唐下何人 民女方妃 民女赵宛若 赵老七的遗孀 学生孙宇村 待赵氏遗孀 宿临水楼老板方妃 毒杀赵老七一案 民女春图迷 待方妃送 民女以为 刚才孙秀才所说 方妃毒杀赵老七一案 并不属实 这么说你是来翻案的 自然 这是公堂 孙秀才 你是原告你先说 学生恐怕 没办法说 孙秀村 你又不是第一日上堂 闹什么闹 大人恕罪 学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公堂是严肃的地方 学生不愿与所肃脑法之人 相提并论 大人 方娘子毒害无辜 致使赵老七身亡 而这春图迷 为了一己私利 缩使其诉讼 意图阻挠律法判决 扭曲是非 学生以为应当严办 按照此前曾有的例子 此等送棍 应当重责一千 所系铁干巨石十五年 其满 查看并多 笑话 那照你这样讲 岂不是被告 都不能反诉 如果真要这么说的话 之前我爹被诬告 我找你帮忙 您又为何受了银子做定钱 这不一样啊 春大山的案子是诬告 疑点重重 而这次方娘子的案子 人证物证皆在 我看你是上回尝到的甜头 开始胡搅蛮缠了吧 明明是你胡搅蛮缠 我怠诉衙门自有公事 你心心做态给谁看 为判就想定罪 春兔民 不得咆哮公堂 大人 民女知错 还望大人明察 孙秀才 你在公堂上 公然顶撞本官 你可知罪 知罪 本官念你一心 维护律法的公证 我就不予追究了 春兔民 本官上次是念你 舅父的孝心 不想你这次得寸矜持 竟然为一个杀人犯反顾 本该重罚 但念你是个小姑娘不懂事 本官 就网开一面 来人 在 将她轰聊出去 是 大人 还未断啊 既然衙门上有我的高使 别在沈问后再定夺 冤枉 大人 冤枉 大人 冤枉大人到 是啊 大人 不知道二位大人前来 未能迎接 望二位大人恕罪 张大人忙着办案 自然不用这些虚理 我们想听沈 是不是来晚了 你这已经断了案了 我看公文 这女宋师诉得如何 大人 她为了一己私利 竟为一个杀人犯犯案 陛下一直说指送吸送 可这样的宋棍 案率应该严惩 本官念她是个小姑娘 也就轰出去算了 昌大人 臣是名不虚传 大人谬在 身为父母官嘛 就要心里装着陛下 眼里看着百姓 你要是真想着百姓 又怎会得了 张糊涂的名号 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本官 请大人明察 我只信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断案两边讹诈 收受贿赂价高者民 判案敷衍了事 只求快速了结 饮酒作乐 你敢说这不是 你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大人 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本官 那你敢说今日 将春土米赶出去 不是因为怕他找到证据 被我看见 从而影响你的官平吗 下官也是一时糊涂 糊涂 事到如今 你还在花尽心思 去找借口 而不是去悔恨自己的 所作所为 使汴州的百姓 受欺压而无处失冤 如此贪赃忘法 漠视人民 你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唯一官者都像你这样 百姓如何安居乐宴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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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谁 大人 大人 我冤枉啊大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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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啊 大人 我冤枉啊 大人 我冤枉啊 大人